第一千一百零二集 这小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变态啊 秦界三年历练就成了巅峰君王 还掌握了法则之力 若不是知道你以前的晋升速度 真要被你这个二十八岁吓死过去 傲锋抓着脑袋 目光明亮地看着秦朔诱导 既然老爹也成了大君王 那我们这边也不比他们差多少了 虽然星级不高 但我有幻神能源的赐福之力 便将你们所有人赐福为上古幻师 凯化之后力量能提升一个台阶 再加上幻神的各种技能 多少可以一拼 握了握拳头 傲锋脸上透出一丝坚毅 如今他的兰修老师 父亲秦朔 云世天 云青红他们 都已经突破了大君王级 他也要加倍努力尽快突破才行了 看到傲锋的神色 秦朔便明白他在想什么 不由微微一笑 摸摸他的脑袋道 小风儿天赋卓绝 物性极佳 迟早会成为大君王的 不过 想要突破这一截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要做的 就是领悟三种元素特性 形成自己的灵魂法则 老爹是火属性的修炼者 这点上帮不了你什么 你倒是可以请教一下 青叶陛下 他是风属性的修炼者 你继任了他这个师父 想来他也不会藏私 我先前来此时 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当时 我不知道青叶陛下 竟是大君王 如今看来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奥风笑着点点头 摸摸下巴又道 这凯奇拉附近 还有一处风眼 有助于修炼 联盟大会到来之前 我就先在这里 苦休一阵子吧 风眼 秦朔一愣 也汉收到 不错 我也听说过 这凯奇拉同盟的风眼 是非常有名的 在元祖之眼 领悟元祖特性 的确非常有利 我也没什么大事 这些日子 便也在这里陪你吧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修炼一番 最好是能在联盟大会之前 领悟出三种元祖特性 否则 日后去了七王城那边 就很难找到这样的风眼了 凯奇拉同盟 前往樊帝城中间 并没有裂缝阻隔 乘坐传送阵 也就是一两日便可抵达 因此 他们也不用着急着赶过去 老爹放心 我一定会成功的 奥峰眼神坚定 唇角浮起一丝冷笑 那康丁和我之间尚有一战 他今日能逃 却没有下次了 联盟大会上 我便要亲手击败他 让他知道 我秦奥峰便是不靠父亲 也远胜于他 不仅已有了 盟主级的祝福之力 只要能领悟第三种元素奥义 单靠自己 也定可将他击败 我相信我的小风儿 秦朔带着一抹笑意 看着奥峰点了点头 每当他露出这样的神态 他的心总会格外骄傲 这就是他秦朔的女儿 妇女二人商议完毕 整个宴会也开得差不多了 清夜自己忙着应付宾客 让清玄特别过来 招呼他们住下 奥峰却向清玄提出 立刻前往封眼 清玄闻言 不禁对奥峰毫不松懈的 修炼之心 又是一番感慨 也不迟疑 立刻就带着奥峰出了城外 至于秦朔 未免打扰奥峰的静修 便留在凯奇拉宫 与清夜这个同阶的大君王 切磋交流 他也能获益不少 奥峰二人向西 全力飞行了大约两个时辰 便进入了枫眼的地狱之中 这凯奇拉城周围的枫元素之眼 正好在延绵万里的山脉之间 被群山拥在中心 因此 一散的枫系元素 不会影响到周围的城镇 不过 进入风眼范围之内 呼啸刮过的狂风 就明显凌历了许多 清旋领着奥峰一路前行 直接来到了风眼 远远的 奥峰二人就看到了一个 黑色大裂缝 与那九幽冰眼一样 很是壮观 这里的风元素果然够剩的 比起凝聚元素立场 实在强太多了 这也是一种灵魂元素吧 奥峰眼露赞叹地 深深吸了一口气 只觉得一片神清气爽 风系修炼者 与风系元素亲切 他自然喜欢这样的环境 嗯 不错 这里的风 乃是荆棘之风元素 清旋点头道 荆棘之风 风锐无比 刮到人身上 就如同被荆棘划过一般 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 风系元素 若非顶尖的风系强者 是很难在这种环境下 长久地待下去的 清风兄弟 这里便是荆棘风眼的 最佳修炼宝地了 在此修炼 效果最佳 转过一个山谷 清旋的步伐 终于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盆地 四方全是裂谷 黑色大裂缝 就在盆地中央 飓风刮过石壁 发出呜呜呜的声响 甚是骇人 周围的风系元素极盛 甚至形成了 青绿色的洪流 如断带般的 漂浮在空中 弥漫在黑色裂缝的 周围一圈 看起来格外壮丽 好漂亮 好看是好看 可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触及的 清旋笑了笑又正色道 荆棘之风的力量太过恐怖了 便是我们风系强者也要亮丽而行 虽说周围风系元素越多 修炼效果越好 但也要按照你能抵抗的程度 选择你的修炼地点 太过深入 反而要被荆棘之风所伤 画到这里 他又抬手一指 你看 前面便有不少风系修炼者 他们所在的位置 就代表了他们的实力 外圈的就要弱些 李圈德 则多是实力高强之人 傲风举目望去 果然瞧见了 许多再次修炼的巅峰君王 李圈的几名强者 身上的气息十分强悍 应该也是领悟了法则的高手 清旋二人的到来 惊动了这些正在修炼的君王 不少人抬起眼来 对清旋摇摇地抱拳打招呼 清旋少主好 这个荆棘之眼是清夜的地盘 来此修炼的强者 都要经过清夜的同意 并缴纳一定费用 所以众人对清旋都很恭敬有礼 这些苦修者多数是修炼狂 不喜那些上流宴会 即使今日清夜寿宴 他们也不曾亲自前去参加 不参加归不参加 事实他们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在清夜寿臣之日 清旋不去忙着给自家父亲 贺寿迎宾 居然带了个人 跑到这荆棘风眼来 着实也叫在场的诸多风系强者 十分好奇 各位也好 清旋对众人拱手一笑 今日我是带我师弟前来此地修炼的 诸位可以认识一下 这是我父亲新收的弟子秦峰 也是一名风系修炼者 在场的修炼者 近期基本上都已经在此闭关很久 自然不知道奥风的声明 不过光是清夜的弟子这一条 就让他们震惊不已了 没想到清夜大人竟也收弟子了 这小子的运气可真好 众多风系修炼者脸上 纷纷露出了羡慕之色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风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